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我們今天會跟大家分享一個題目 就是溫哥華的土地問題 我們會跟大家由溫冬 現在是溫冬 去溫西 去看兩樣東西 溫冬我們會看一間全新的孖屋 在這些街區 這個其實是night街裏的細街 不是night街 night街的地方裏的細街 大家看到現在其實全部都是獨立屋為主 整條街都是 但是因為現在溫哥華的人口激增 土地不夠 大家又不想只是Bitcoin 市政府也開始近年來 包括最新都有些不同的政策出台 令到原本一間獨立屋的土地 他們可以蓋更多的房屋 所以我們今天看了一間已經蓋出來的貓屋 另外再跟大家去溫冰看 最新的Multiplex的政策 即是同一塊地可以蓋到四間 甚至六間 甚至八間的房屋 因為是剛剛出來的東西 所以未有實物 所以是一個pre-sale project 大家想想過多幾年之後 就會看到上面可以蓋到六間屋 這個我會跟大家在溫西再看 現在我們就看一看這間孖屋 它是新落成的 差不多是2023年的年尾 我跟這個客人 就已經購買了 看了很多Burnaby 溫西的孖屋 選了很久 最後覺得它的外觀的吸引 裡面的材料各方面都不錯 所以其實已經買了其中一架 現在還有旁邊的發展商 就把另一架放進去 所謂duplex的意思 其實大家看到這塊土地是這樣的 土地的面積就是在新的欄杆圍著 它總共是兩個建築 一個就是前面這個大一點的 它是一個duplex 分開兩邊 中間也有欄杆分隔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建築 就是一個single family 變成同一塊土地 大概49.5呎frontage的土地面積 它就是割開了三個物業 各自都有獨立地權 即stratify 了 停車位的話 大家就分享後面 後面的一間獨立的房子 就有一個車房 另外也有空地去泊車 我們不要拍到業主 等著 我們現在就去看看 尚未壽春 剛剛拿出來賣的那一間 價位的話 其實也相當affordable 全部都是兩百萬樓下 一百六十幾萬左右 你就可以在溫冬這邊 買到一個叫做獨立屋的用地 有自己的一個area 這個是duplex style 其實呢 一百六十萬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Carrie做了很多pre-sale 我知道譬如我們買很多 Metro Town Brandwood 一些未來的樓花項目 可能在2026、2027、2028年收樓 其實很多時候差不多是大三房的價位 很多時候很多朋友都會問 我出到那個價格 八六八七八八 一百八十萬 那我到底是買一個conto呢 還是買一間屋呢 但是其實一百八十萬 獨立屋就不太能買到 買到的話 可能都是比較細家或者舊 其實我們有一間準備放盤 在Richmond 是真的二百萬樓下的 大家可以過來看看 到時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先說回正式 我們進去看看這間 八七萬不用的房屋 裡面又是怎樣 總共是一千五百呎的室內面積 我先脫一下 噢 什麼 物質都折起來 是的 忘記穿長襪 短襪 我們進去看看 Layout和空間是怎樣的 它總共是一個一千五百呎的室內面積 分了三層的 主層主要是廚房客飯廳 樓上兩個房間 然後再上去就是主人房 每一個房間都有自己的套屍 我們進來之後 你看到這些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包括這一棵牆 Fireplace上面旁邊都是儲物空間 這棵牆發展商都加固了 大家可以掛到電視上去 發展商也保留了上磚之前的構圖 讓大家可以看到 我將來怎樣去釘電視架 下面樓梯底都有空間可以放東西 中間是飯店 這個單位比較特別的位置 或者我們為什麼購物空間 看了很久都會選擇了這個孖屋 其實不是這間 旁邊有間 因為它有很多採光 除了前面之外 旁邊也做了大玻璃和窗 後面廚房也有窗 中間的中度很大 現在已經放了四個椅子 可以坐四個人 然後是L形的 你看到全部灰色都是儲物空間 所以是很多 開了這個 這些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另外對面還有Pantry和Powder Room 電器的話主要都是Fischer & Pekel 給大家看看這個 微波羅我覺得挺有趣的 它是可以觸碰的 還有可以在櫃桶式打開的 這個好像不是Fischer & Pekel 這個不是Fischer & Pekel 這個牌子是Shop的 蠻好的 然後那個是Powder Room 然後這邊就是Pantry 可以放更多東西 這裡有門可以去到後院 後院的話空間不是超級大 不過也足夠大家放到一些沙發仔 或者可以放一些桌椅在BBQ 地上鋪了磚 外面是水泥 基本上你不需要再打理草 後面的Shack也是屬於這個單位的儲物 然後這一塊是一個分別的儲物 但是也是屬於這個櫃範圍 但是也已經分拆 買了給別人已經入住了 所以其實這塊櫃上面的三個建築 或者三間屋現在只剩下這一間 好 我們去樓上看看 剛剛說了下面主層就是下飯廳 然後樓上會是兩個房 這個房一上來就很光亮 它很闊 還有做足了兩邊大窗 還有下面可以開一小窗 每一間房都有陶瓷 有walk-in closet 還有洗手間 浴缸 然後中間這個走廊位也做得比較闊 有launchy room launchy room也挺大的 可以儲物空間 然後這裡就是另一間房 這間房的窗雖然沒有那麼大 但是它還有這邊窗採光 好像corner窗 也有陶瓷 最後我們可以上去看看主人房的空間 有天窗 另外也有一個分別的露台 這個露台是全蓋的 而且它是因為它配合外面的屋型設計 是有些形狀的 挺有趣的 蓋得挺好的 大家可以在這裡喝杯咖啡 然後這邊就是類似的機房 有一個Hot Water Tank 還有一個HRV 然後過來這邊就是主人房和洗手間 這是樓上的 雖然它沒有把洗手間的門開在主人房裡面 但樓上這層基本上是master bedroom才會上來 有兩個露台 剛剛看到有一個 然後前面這裡還有一個 看回後面 一個是看後階 一個是看前階 兩個露台 主人房的樓底 也是因應剛才的房間 它外面的屋形設計 我們在這一半 它就是這樣斜了 有一點斜的 也是令到空間很高 本身都樓底高 它再斜上去就更加高了 好了 我們就看完了這間 新式的雕牌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是想考慮這些 還是去買Town House 還是Condo 我們現在就跟大家去溫西 去溫西 有一個新項目叫做Halloy House 那裡是說 同一塊土地 原來可以再建更多 我們去看看 然後再建造 有一個大碗 還是oms 然後 黑猩 好 好 好